好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看後面這個 成貴重物品的大木箱子 一般都是張木箱 南木箱 放一些金銀細軟 貴重財物的大木箱子 我們讀一下 CHEST 一般是成貴重物品的大木箱子 咱們配個圖片 像類似這種箱子 放一些金銀細軟 財物 大木箱的張木的 南木的 我們再讀一下 CHEST CHEST 這邊能看圖十字了 這種大木箱子用起來 但是三側裡面箱子出現的可是真不少 比如說我們複習一下 在第19課 就86頁第11行中間 19課 86頁第11行中間出現了紙板箱 大家還記得嗎 把錢放在紙箱子裡面 然後綁匪把錢拿走 我們再讀一下 Cardboard box Cardboard box 這是硬紙板箱 硬紙盒子 可以用它 這是在19課貴重的寶文貓裡出現過 還有呢 我們在第34課 在未來會出現運物品的大板條箱 大木箱 大木板箱 板條箱 一般什麼運貨 是用的 我們先看一看 這個出處呢 是在158頁的第15行中間 158頁第15行中間 配個圖片更好理解了 這運輸貴重物品的這種大板條箱 是不是中期怕碎 易碎的東西 打在大箱子裡面 我們大聲多下 packing case packing case 這個運輸物品的大木板箱 跟那個放貴重物品的木箱子 還是不一樣 這個區分開 還有第11課我們講過的行李箱 就像那種拉杆的行李箱 我們在54頁第6行見過這個 54頁第6行 我們再讀一遍 soot case soot case 旅行用的這個行李箱可以用它 當然英國人都是soot case 美國人soot soot case 這都行 這行李箱旅行箱可以用它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什麼26課見過的汽車後備箱 我們不妨總結一下 126頁的第16行中間 126頁的第16行中間 我們再讀一下 boot boot 美式用後面這個詞 trank trank 意思一樣 本汽車的後備箱 汽車的後面那個 那個這個 運貨的這小後備箱 這個都不小 但有一個特別小的 咱們大家可能還記得第15課 我們講過 存錢罐 在七十頁的第五行 七十頁的第五行 叫存錢罐 我們大聲也讀一下 money box money box 有時候小孩子也能這麼來稱為它 我們再來一遍 piggy bank piggy bank 這個piggy就是小豬的意思 用小豬組成的銀行 就是那個 小存錢罐唄 硬幣和頭的裡頭都存起來 就好了 好 這是我們把這個幾個 什麼大箱子 小罐子相關的 放在一塊 三次路出現 最後總結 好這個大木箱的這個詞 我們給老師就看到這 好 下面我們再看一看 後面這個財產或者所有物 注意這個詞一般指洞產 而且一般是用複數 習慣用複數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belongings belongings 財產 動產 所有物 什麼叫動產呢 能拿走的東西 它跟不動產相對應 不動產是房地產 抬不走 能夠拉走的 什麼電視啊 什麼錢啊 什麼什麼汽車啊 是什麼金銀細軟 這都屬於動產 我們大家可能還記得 在口語中有的時候 也可以簡稱為things 這個都可以表示 動產就隨身可以帶走的 這個財產財物 我們注意這些詞習慣都用複數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belongings things 都可以 都可以 咱們複習 咱們在以前見過一個 比如說在第24課 118頁的第15項後面 118頁的第15項後面出現這句話 he told me to unpack my things and then come down to dinner 我的朋友 他跟我說什麼呢 他讓我把這個我的財物啊 從箱子裡取出來 這個動作 unpack 然後下樓咱們一塊來吃飯 my things就像的my belongings 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things比較通俗一些 也是表示隨身可以帶走的這個動產 但如果表示不動產呢 就我們指房地產呢 有這樣一些詞彙 也是一些專有詞彙 不動產 注意這不動產是不可數名詞 咱們可以說兩棟房子 但不都是兩棟不動產 這個不可數 一定不可數 而動產是習慣用複數的 要注意啊 我們再讀一下不動產 property property 再看同一詞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也表示房地產或者不動產 我們看例子唄 比如說the property market 叫房地產市場或不動產市場 買賣房子的這個地方 還有呢real estate agent 反称房地產經紀人 這個agent就經紀人嘛 中間人嘛 房地產經紀人 像戀家呀 什麼我愛我家賣房子的 都可以叫real estate agent 好 這是指這個這個不動產 房地產 那麼還有沒有一些財產的範稱呢 就是我們這個指不動產不動產 放在一塊兒有沒有 有的 我們看possessions這個詞 就泛指某人的財產 動產不動產都可以 這個詞也是習慣用複數 但就注意property這個詞 也可以泛指財產 它依然是不可署名詞 我們看到這個詞是多義字 既可以指不動產 當不可署名詞來用 也可以泛指這個動產不動產 放在一塊兒的人的財物 注意這個詞永遠是不可署的 表示這個含義是不可署的 那possessions呢 習慣用複數就好了 這是泛指人的財產 這個到了我們的未來的59課 就會碰到了 我們看264頁的第一行 264頁第一行 出現這麼句話 它說 people tend to amass possessions sometimes without being aware of doing so 人們往往喜歡積累財產 你看用的是possession這個詞 有的時候自己呢 都沒有意識到 正在這麼來做 注意這是泛指財產財物 possession習慣用複數 property依然是不可署名詞 好財產怎麼看的 在這還有一個含義更廣泛的 咱翻譯成資產 資產就不定是個人的了 可以表示公司啊 國家的這個資產 資產習慣也是用複數 我們當然再多加 assets assets 叫做資產 就是能夠變賣 能夠典當 能夠這個這個這個 換成錢的 所有的東西叫資產 這個個人或公司的都行 那它常見搭配呢 咱們看一看 比如說liquid assets 叫流動資產 就是能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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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成錢的流動資產 fixed assets 叫固定資產 就像廠房 這固定資產搬不走的 場地等等 tangible assets 叫做有形資產 就看得見摸得著的 像機器啊 像這個廠房啊 都是有形資產 還有intangible assets 就無形資產 就是沒有形狀的摸不到的 像公司的名聲 這個這個公司的名聲 公司的信譽等等 這是無形資產 我們把後面這個可以摸得到的 和可以摸不到的大聲的讀變 先讀一下摸得到的 tangible tangible 再讀一下摸不到的 intangible intangible 所以tangible assets 有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 無形資產 我們把前面那個 流動和這個 這個固定資產 也讀一讀 liquid assets 注意用複數啊 liquid assets 就用液體的這個詞交了 再讀一下固定資產 fixed assets 固定 就是抬不走的這個資產 在這我們是把財產和資產 這幾個重點詞 我們看一看 這個重點詞 我們就看到這 下面一個重點詞 我們來看一看巡洋艦 就是軍艦的一種 我們跟老師先大聲多加 cruiser cruiser is a kind of warship 是一種軍艦 這巡洋艦 咱們先配個圖片 看看什麼樣的船 叫巡洋艦 我們看圖 來個看圖十字 大聲來一遍 cruiser cruiser 這是軍艦的一種 就是在海上來回轉圈圈 來保衛這個其他的船隻 或保衛某個地方的這個巡洋艦 叫cruiser 為什麼這個軍艦 怎麼講一講呢 因為這裡面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字根 就是cru cru cru 這個字根 它發音特別像cross 確實它的含義 表示cross 穿過去橫穿 為什麼巡洋艦呢 剛好在大海上 一會兒穿過京度 一會兒穿過緯度 來回轉圈 所以cruiser 有這麼一個品牌 很好記憶 那同樣的它的同根詞 巡航 在海上巡航 就會用這樣的詞 把後面的一二驅調 大聲那邊 cruise cruise 在網上巡航 在網上幹嘛 在海上巡航 可以用它 那還有呢 後面這個詞叫至關重要的 是我們常見的形容詞 我們大聲在讀下 cruise cruise 這個叫至關重要的 它相當於是very important 或者vital 至關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cru呢 表示穿過去 其實cru在這裡面 表示十字路口的意思 十字路口 可以用crossing 兩條路穿過 在十字路口的地方 是不是個至關重要的 抉擇關頭 究竟是左拐右拐 還是前進後退 抉擇關頭 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用這個詞 在裡面 cruise cruise 你要記住 一個十字路口 一個十字路口 就好了 對吧 還有後面這個詞呢 叫聖戰 聖戰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cruise cruise 聖戰 就是神聖的戰爭 它一般是指 它等於是指十字軍東征 當時 因為這個cru呢 本身表示cross cross 也可以表示十字架的意思 所以十字軍東征 就可以用它派生意識 正義的運動 或正義戰爭 我們再讀一遍 cruise cruise 它也聲音 就是正義的運動 或正義的行動 你比如說 cruise against official corruption 這是反腐敗運動 反腐倡聯運動 像打起一次聖戰一樣 official是官員的corruption 就是腐敗 咱們講過 這是CLU 重要詞根 可以通過巡洋見這詞 相關詞 不妨給同時記住 好 這個重點詞 我們看到這 好 這個詞看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個由動詞轉化來的名詞 就是被發現的人 或事物 跟老師大聲讀一下 find find 這個大家好記嘛 做動詞就是發現嘛 做名詞是被發現的人或事物 但記住 這個詞一般是褒義詞 一般都強調 被發現的有價值的 好的 人或事物 咱們看一些例子 my new secretary is a real find 我的這個新秘書 真是找對人了 是一個真正的發現 這是被找到的人 哎呀 又聰明又漂亮 效率還高 太好了 這是被發現的人 再看指示物 I made a great find in a second hand book store 我在一個二手書店 做出了一個重要的發現 就是淘到了一本好書 你看這個詞一般是不好意思 那麼這是由這個動詞來的 名詞跟它拼寫一樣 在我們二十八課 還見過兩個 跟它類似的 就是便宜貨 大家還記得嗎 buy和bargain 都可以表示便宜貨 這個buy呢 做動詞是買 bargain呢 bargain做動詞 就討價還價 做名詞都是指便宜貨 我們再讀一下 buy bargain bargain 好 咱們看一個例子 咱們看一看 咱們當年看過的 在這個 走遍美國中的片段 咱們這片段 大概先聽一點 這個 兩夫妻倆在買房子 當時這個中介就說了 oh my 哎呀我的老天哪 it's a real buy 這真是一個真正的便宜貨 it's a bargain 還意思一樣嗎 也是便宜貨嗎 this house just came out the market 這個房子剛剛才免費 剛剛才上市 趕緊買 要不然被別人買走了 更加類似的還有 考試常考的一個 來自於情態動詞的名詞 叫must 我們知道這個詞 當情態動詞 可以表示必須的意思 當名詞來用呢 就是必須要去做的事 必須要去看一看 必須要去聽一聽 這個必須要關注的東西 就必須的事物 咱們看一看一個 託福聽的真題 同時看看應該選哪一個 好我們再來一遍 同時看看應該選哪一個 這些說話的人希望幹嘛呢 咱們看應該選哪一個 好正確答案是B選項 你做得了嗎 Find a person to share the apartment 找一個人來一塊合住 來分享他們這個公寓 為什麼選B 把原文看一看 Number 19 What we need is a roommate who's neat and considerate Let's write that in the ad Neatness and consideration a must What do the speakers hope to do This is a dialogue 兩個人對話 兩個女的 第一個女的說 What we need is a roommate who's neat and considerate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 roommate 就是一個室友 Who's neat and considerate 第一個neat 叫乾淨的 愛乾淨 considerate就是替他人著想的 體諒別人的 比如不會大半夜 把聲音把什麼 聽半導體聲音很大 體諒別人的 為他人著想的 我們可以讀一下後面這次 considerate considerate 這是包義詞 那麼第二個女的很同意 說 Let's write that in the ad 我們把這個寫到廣告裡去吧 ad 就是 advertisement 口語中口叫ad 就是neatness and consideration a must 愛乾淨 還有替他人著想 比如說 體諒別人 體貼別人 是一個必須的條件 a must 這個是把形態動詞當名詞來用了 同樣neatness consideration 剛好是剛才neat 和considerate 兩個形容詞的名詞形式 那麼既然要把這個寫的廣告裡邊 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希望找一個室友們 平攤租金 但要乾淨 要替他人考慮 那麼是選那個答案的 但是find a person to share the department 要找一個人來分享他們這個功能 好的 這是幾個來自於這個動詞的名詞 咱們可以放到一塊把它記住 這個詞我們看到這 下面一個重要詞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海軍的 為什麼看看它呢 這裡邊有一個重要的字根 好我們先把單詞讀一讀 出現字母V還有一個vv這個動作 大家知道嗎 naval naval 好 叫做海軍的 那麼乾脆我們先看看海軍 空軍和陸軍 把這名詞先看一看 先讀一下海軍 把那al需要加字母外 答對了嗎 navy navy 好 我們再讀一下陸軍 land force land force 大家還記得這個force 本來就表示部隊隊伍的意思 我們以前看過那個勞動力大軍 三十個講過 還記得嗎 叫labor force labor force 對吧 land force是陸軍 空軍呢 再來面 air force air force 大家知道美國總統做起 空軍一號 air force one 對了 就這麼來說 這個詞裡面有個重要的字根 就是記住nav這三個字母 有的時候也能拼成nau 意思一樣 出現它表示ship 表示輪船的意思 海軍的和海軍都離不開船 記住是輪船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詞叫航海 大家還記得嗎 海上航行 但不可數名詞 海上航行 當然離不開船了 我們大聲讀一下這個名詞 慢慢來 navigation navigation 叫航海 海上航行 但注意這個詞不可數 還有呢 比如說這個詞 nau sea 這個詞叫什麼意思呢 表示惡心 nau也是船 sea 剛好是海嘛 船在海上 那一般中會暈船呢 所以派生意就是惡心了 但注意不一定是暈船 就是惡心可以用它 但不要讀nau sea 是這麼來讀的 大聲音 nau sea nau sea 就是惡心 這是當名詞來用 這個多好記憶 咱們中國很多地方 說不舒服惡心 怎麼說 nau sea 天津話在這麼說 nau sea nau sea 也發音類似嗎 很好記憶 它的動詞 使某人惡心 在後面加t就好了 大聲音 nau sea nau sea nau sea 就類似動詞seeking 或者disgust 十個性 還有呢我們看這個 船舶的 或者是航海的 還是nau 比如船 後面叫t-i-c-a-l 當形容詞 船舶的 或者是航海的 我們大聲那邊 nautical nautical 讀快樂之後 中間這個t 又會輕輕啄哄成的 這個聲音 再快點 nautical nautical 船舶的 或者是航海的 你比如說 nautical chart 咱們翻譯成航海圖 就是我們輪船 在海上走著 有航海圖 加利米海道裡面 看過航海圖嗎 這個chart 一般是帶坐標的圖表 航海圖 剛好有晶線 有尾線 這種圖 咱們叫chart 還有呢 nautical mile 咱們翻譯成海里 mile是英里 海上的英里 就是海里了 好 還有呢我們看兩個 比較大個的詞 第一個叫 aeronautics 第二個叫 nautics 這個特別好記 nau 也是船的意思 後面那個aero 在前面那個aer aero aero就表示air 表示空中的意思 你看飛機 我們可以用 aeroplane 英式品寫 就像美國的airplane air開頭一樣 在空中開船 後面cs 可以表示某種學科 像economics 是經濟學 physics 是物理學 研究在空中開船的這個學問 剛好翻譯成航空學 就研究這個飛機在氣流中怎麼能飄起來 怎麼能飛起來 航空學 因為古代也沒有飛機這個東西 它沒有飛機的字根 在空中開船的學問 船字固就有 這個字根是有的 我們再讀一下 aeronautics 讀開之後 同樣這個t會啄喊成代音 在那邊 aeronautics 航空學 再看我們右邊這個 astr或者astro 這個呢一般是跟星星相關 star 就表示star 星星的意思 那麼後面還是船 cs還是學科 研究在星星之間開船的學問 就是航天學 航天飛機 在宇宙空間去飛行 跟地球不一樣 它沒有空氣了 叫航天學 我們再大聲讀一下 astronautics astronautics 航天學 這個詞也好記 為什麼呢 如果你把後面那個ICS都去掉 ICS都去掉 只留下這個ANUT的話 你發現是不是就是 宇航員的意思吧 我們跟老師讀一下 astronaut astronaut 就是宇航員 後面叫ICS 就航天學 astronautics 中一後一 好記了 這個航空和航天 使咱們立刻想到了 咱們北京有個大學 叫北航 全稱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咱們看這英文 名字是怎麼寫的 它叫北京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你看北京 這麼一個綜合性的大學 研究什麼呢 研究航空學 Aeronautics 還有航天學 Astronautics 這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這就好記了 所以這個海軍的這個詞 不光是記入這個單詞本身 把相關的字根和同根詞一塊記入 這個效率就高了 好 這我們C32課 比較重要的聲詞和單語 跟老師就學到這兒 希望大家仔細複習 我們什麼 ty 那 有 忍